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真诚创造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早上好 我想呢首先非常的要欢迎大家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光华的管理课堂 那么呢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我们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呀 谁告诉我我们今天的课题是什么 是什么讲大声一点 销售过程中的什么 说服 所以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我们主要的谈的主题是 主题事实上是两个字哪两个字啊 说服 那么我想说一开始呢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对于 我先做个统计啊 这个同学们有多少人 你们本身是从事一线的销售工作的 举手我看一下 有多少 好 那你自己本身是属于销售团队的领导者 比如说销售部门的经理人的 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人 OK非常好有多少是本身是企业的经营者的 举手我看看 好也有 那么我想说请问 不论在座各位你们从事的是一线的销售工作 还是今天你从事的是领导带领销售团队 或是你自己本身在经营企业 请问销售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在过去的这么些年来 有不计其数的朋友 同学们常常问到我 上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个方法 可以快速有效的 在与这个客户谈判的过程当中 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客户购买我的产品 各位请问这是不是一个从事销售工作的朋友 每天最关心的事情呢 是不是 每一个销售人员 每天都不断的在学习 我如何去怎么样呢 说服我的客户 说服我的客户 因为如果今天一个业务人员缺乏 说服能力 请问他会得到什么结果啊 说服能力不好会得到什么结果 销售业绩比较差嘛 对不对 那么今天一整天的时间 我们这样子 上老师来先跟大家做一个 基本一个观念的一个一个一个理解 既然你们相不相信 其实说服本身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都在不断的发挥我们的什么 说服力 各位是不是 并不是只是跟客户才需要进行说服 事实上在今天我们所谈的如何进行客户的说服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当中 都是以目前21世纪全世界最先进的一门心理和行为科学 这一门心理行为科学叫做什么呀 有没有人知道叫做NLP NLP的中文翻译的全名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 现在NLP已经被推广到全世界超过60多个国家 然后呢有这个成千上万应该是成千万甚至上亿以上的人口 不断的在使用NLP在人生的许多方面 当然包含了企业的经营管理 价值观的统合 包含了商业谈判销售 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 也把NLP使用在家庭婚姻的沟通 亲子教育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激发潜能 等等等等的各方面领域 所以今天一整天 我们所谈到的每一个主题 几乎都是以神经语言程式学 这一门心理和行为科学 为我们的理论架构基础 而发挥在我们如何去提升 我们的沟通力与影响力 各位请问说服是不是一种不断沟通的过程 说服是不是一种不断的去发挥 我们影响力的过程 对不对 那么请问这是不是一门学问呢 你们觉得 它是不是一个能力 你觉得有多少人是天生就懂得 如何发挥沟通力和影响力的 很少 这是经过后天学来的 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生下来了以后 我们要学好多东西 我们要学写字 我们要学说话 甚至小孩子要学走路 各位是不是 到稍微大一点了 我们要学拿筷子 我们的一生是一个不断被学习的过程 可是沟通和影响力 它也是一样 跟我们学讲话 学写字 学用电脑一样 它是一门知识 它是一门能力 问题是有太多的人 我们可能一生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学习各式各样的能力 而各位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从小学一年级 一直到大学本科毕业 甚至到研究生 甚至到硕士生 博士生 有没有学校里面 有哪一个科系 叫做沟通系的 有没有 说服系的 有没有 在学校里面 有没有哪一门学科 叫做沟通学的 好像没有吧 是不是啊 好像也没有一门课 叫做说服学 所以问题是NLP 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他说人们的生活 与生命的质量 取决于我们的沟通力和影响力 各位你赞不赞同 赞同的大声的跟我说 嗨 声音太小了 赞同的大声的 再说一遍 这样好吐 所以呢 各位 沟通既然无所不在 而它又影响你的生活 和生命的质量 那么所以 一个人一生 你什么时候 能够让你自己具备 超级的说服力 那么就很重要 你 各位 你告诉我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 通常主要用的是 哪一个 哪一个地方 啊 用哪个地方 你 你用哪些工具 进行沟通和说服 嘴巴 还有呢 不光只有嘴巴 嘴巴是负责语言的传递 还有呢 对啊 还有肢体语言呢 是不是 肢体语言包含哪些 包含哪些 手势 姿势 动作 那些很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不是脖子以下 是哪里啊 脖子以上 是你的表情 眼神 各位 这些都是你所采取说服的工具 有很多从事业务工作的人问我 山老师教我一个方法可以快速的说服客户 各位 说服客户 他不是 我跟你说 他不可能一蹴而成的 你说是不是 他是经过我之前就好像盖房子 哎呀 山老师 我今天想要把这个客户说服好 你是不是今天具有身上有这种神力 然后呢 每次你去销售的时候 只要见到一个陌生客户 然后呢 只要跟他说三句话 他就会深深的爱上你 完了以后 不论你卖什么东西 卖多少钱 他都这个无怨无悔的掏钱 跟你买 各位 有这种人吗 没有耶 他是需要一种互动的过程 各位 是不是 所以你如何达到说服客户成交的结果 是源于你如何安排跟一个客户 或一个人在沟通的每一个什么过程 各位赞不赞同 因为我把过程处理好了 而最终我得到了客户购买的结果 各位 是不是 所以这个当中更着重的是什么 过程还是结果 着重的是什么 再大声一点 过程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 你如何能够真的很好地掌握与他人沟通的每一个过程 而这一些东西不是只是仅仅的使用在销售过程当中 因为销售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销售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各位是不是 那请问这种沟通和说服的过程 你请问在生活当中 除了用在销售当中 你还能用在哪里 你还能用在哪里 无所不在啊 各位是不是 假设你是一个领导 请问你需不需要有很好的说服力去说服你的员工 很用心的工作 需不需要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为人父母 你想把你的孩子教育好 事实上你也在你的孩子身上不断发挥你的什么力 是不是沟通力影响力说服力是不是 无所不在 所以为什么NLP不断地强调 今天你的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取决于我们的什么能力啊 大声告诉我啊 沟通力还有什么力 说服力 竭尽全力推动中国企业员工的职业化 权力以赴 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的规范化 时代光华 好了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可能 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花一两分钟时间 简短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 因为我们今天整天的课程 都是在以这个为理论基础架构之下 我们去贯穿如何提升你十倍 甚至百倍的沟通力和说服力 NLP 它是一门心理和行为科学 从197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 被当时的两位创始人 一位叫做理查班德勒 也是我的直接的授业老师 另外一位叫约翰格林德博士 这两位博士 这两个人呢 他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 发现了或说创立了 这一门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学派 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 很多人一开始接触这个名称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奇怪 是不是啊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NLP 它到底能够为人们做什么呢 我们这么说 讲的简单一点 如果有人以后问你 什么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 你用三个字来回答它 其他的废话少说 NLP是一门什么学呢 三个字叫结果学 来各位大声的把这三个字念一遍给我听 叫什么学 为什么要让你大声念一遍呢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你嘴巴讲出来的时候 你是在跟自己进行什么 重复沟通了解吗 所以教育心理学研究了 如果一个人把他随时立刻学到的东西 透过他的嘴巴大声讲出来 让谁听到 让他自己的耳朵听到 他对这一个知识 或是这一个能力的印象的提升 可以多增加百分之三十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了不了解 当我在问你的时候 了不了解你要怎么样 你要大声告诉我 为什么呢 因为帮助你提升百分之三十的学习力 好不好 好不好 你看你又不回答我 NLP是你们什么学 结果学 好了 那么既然谈结果 各位可不可以告诉我 结果有什么而来 你不可能坐在地上 你什么事情都不干 天上就哗哗掉银子下来 是不是 所以请问任何一个好的结果 是由我们所采取的 什么而来 是不是行为 有一个业务员 他的业绩是全公司最棒的 他的业绩都是人家的两倍 三倍 五倍 十倍 为什么他可以得到 比人家更好的业绩的结果 因为他每天在做销售的过程当中 所采取的 什么 行为比较怎么样 有效还是无效 有效 那么好 结果由行为而来 请问行为受了我们的 什么都的影响 受了我们的思想和思维的影响 各位赞不赞同 你想的是什么 你就会做出相对应的行为来 比如说打个比方 有一个业务员 这个业务员他上了很多很多课 他看了非常非常多 关于业务销售技巧的书 可是这么些年来 这个业务员一直有一种 思想上的思维的一种障碍 什么障碍呢 他一直很怕被别人怎么样 拒绝 请问这是不是一种思想障碍 如果他这种被害怕被别人拒绝的思想障碍 不能够被彻底的克服 你认为他即使学了再多的销售技巧 他能够把它运用的很透彻吗 我给你他不行 那问题是他为什么在销售的行为当中 老是有障碍 并不是因为他可能不懂的这个销售技巧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头脑的思想怎么样 有障碍 你了解吗 你说他今天为什么怕被客户拒绝 他可能他常常在跟自己说 哎呦 你看 我做销售工作好难哦 我每次出去要去见那些陌生人 我好怕跟陌生人说话 而且我每次比如说打电话 我每次打100通陌生电话 几乎有90个以上的人都跟我说 不需要没兴趣会把我的电话挂掉 我觉得这种做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一点都不高尚 我觉得这种工作一点都不好 我觉得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去求人家 拜托拜托你来给我买东西 各位这是不是一种思维模式 当这种思维模式不改的时候 你觉得他的行为会做大幅度突破吗 很难啊 所以好多的老板领导问我 山老师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员工 学了这么多的销售的这一个培训课程技巧 为什么他们的业绩仍然没有办法做很好的提升呢 各位很简单 并不是只是行为技巧的问题 NLP可能要谈 如果我们要帮助一个人达到结果的突破 比如说业绩倍增的结果突破 你可能更重要的 并不是去学更多的技巧 而是先把自己的内心的许许多多的思维和行为的什么 绊脚石障碍必须把它解脱 人的头脑里头就如同电脑一样 我们打个比方 为什么我们要说神经语言程式学 程式 你一听到程式 你联想到电脑里面的什么 软件程式是不是 你说一部电脑 它是由两个部件所组成的 告诉我 你拿两个部件 一个是软件就叫程式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 叫硬件 你有没有发现人也是一样 人是有两个部分所组成的 一个叫做我们的身 是不是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器官 这属于什么件 是不是硬件 大脑是不是一个器官 大脑是不是一个硬件 对 还有 所以这叫身嘛 除了身以外 还有什么 心 心就表示是我们的思想 了解吗 思想就如同在电脑里头 装的一个软件 请问一部电脑里头 只会装一个软件吗 不会吧 你的每一部电脑里头 装了多少软件 装了好多吧 你知道人的头脑里 装多少软件 比这部电脑多几万倍 你信不信 你在头脑里装的软件太多了 在神经语言程式学当中 我们把头脑里面的软件 事实上就称作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 各位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有一天 比如说你走在街上 有一个陌生人走到你面前 突然 没有任何原因的 跑到你面前 朝着你的脸 啪唧给了你一个耳光 这是不是发生一件事情 请问对这些事情 你会不会有反应 会不会 通常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说他打我一巴掌 我也打他一巴掌 各位这叫行为 知道吗 为什么他打你一巴掌 你也会反过去打他一巴掌 这种行为 为什么 因为 当这个被人家打耳光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首先会惨触动 你某些软件运作 你知道吧 然后你会产生出来思想 因为这种思想的模式 会导致你产生出来 某些情绪 会不会 当你被人家打耳光 说你会有什么情绪 会生气啊 会不高兴 你被人家打耳光 会不会很爽啊 你说上老师 我特别喜欢被人家打耳光 打完左脸还打右脸 可能很少有人这种人吧 你会你会不高兴 你为什么会产生不高兴的情绪 你的情绪不是源于 被不被人家打耳光 你了解吗 是源于今天 你对这个发生的事件 所触动的 你头脑里面 某些的思维 软件 程式 换句话讲 你当这个被打耳光 这事件发生的一瞬间 你的头脑的意识潜意识会进行急速的 非常快速的运作 而这个运作可能你就开始干什么 开始问自己的问题 有没有 这个人为什么打我 有没有可能会这么问 你开始可能会对他下定义 会不会 哎呀 我把它定义成为 如果人家对我做这种动作 我把它定义成为 比如说他是不尊重我 侮辱我 瞧不起我 等等等等的 因为这种定义 因为你所问的问题 等等这些都是你的思维模式 还跟你的信念有关 跟你的价值观体系 有没有关系 你有信念 你相信什么 如果人家这么对我就等于怎么样 你不尊重我 了解吗 这是不是你的信念 所以经过了很短的时间 可是你头脑里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然后产生出来了不高兴的情绪 各位可以理解吧 因为你这种不高兴的情绪 在跟你的某些价值观进行连接 比如说什么价值观呢 假设你的父母从小就告诉你 教育你 如果别人欺负你 你一定不能当软柿子 所以你一定要干什么 人家怎么对你 你就用什么方式去回报他 假设你脑袋里面具备这样子的价值观 你接下来就会产生出来一种行为 什么行为 叫疑 疑眼什么呀 还眼 疑手 所以你打我一巴掌 我打 还你几巴掌 我还你三巴掌 你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行为 是因为你的头脑里面经过了一系列的复杂的思想运作 了解吧 这是个城市 你想要说服客户 各位你知道怎么才能说服他 哎呀 有一天你跑 比如说我们打个很简单比方 你去敲一家公司的门 然后呢就出来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陌生客户 各位是不是 请问他认不认识你 他不认识你 当今天你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你会一开始很高兴的去接待他 你还是一开始会画个大大的问号 会不会 会不会有点排斥 是不是有点自我保护的心理比较重 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你是来推销 你还是来抢劫的 我不认识你 所以他说防备心特别重 好了 这时候当你一敲门 或是你一打一通电话 假设是一个陌生电话 当这客户见到你的时候 因为他与你不熟悉 所以他会产生出来非常多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抗拒 对不对 他事实上在开始启动 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软件程式了 你是谁 你来干什么的 又是搞推销的 啊 推销员 你就是想办法一天到晚忽悠我 然后来骗我钱的 如果他假设启动是这种模式 请问他对你的态度好不好 是不是不好 不管你讲任何话 他可能都已经先拿两个棉花 把他的耳朵干嘛 塞起来了 你卖任何的产品 我首先认不认可 不认可 我就找一堆理由跟这个这个跟你说 已经有了 没兴趣 太贵了 没时间 你无聊 康厂把电话挂掉 把门关起来 各位 这是是不是他的行为 因为这种思想模式导致了他这种拒绝的行为 最终你得到了什么 这客户不跟你买产品的 结果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如果这是一个被说服的过程 那么请问我可不可以反向操作它 换句话说 我有什么办法 当今天我见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我一开始启动他的不是被拒绝的软件 我启动他的是什么 对一个人有好感而愿意接受我的软件 请问他的头脑有没有这种软件 每个人有没有 在座我想请问在座各位 你们头脑里头有没有一种软件 或者是说曾经在你人生当中发生过 你就见到一个陌生人 而特别奇怪 当你第一眼见到他 或是只听他说个两三句话 你心里面就莫名其妙的对他产生一种好感 有没有这种经验过 那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见如什么 如故 各位你为什么对某些人会一见如故 你为什么又对某些人一见他就会防备他 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一见如故吧 我们也不是对每一个人一见到他就很防备吧 并不是吧 是不是 所以这当中重要的在于哪里 你启动的客户是或是对方 不管这个对方叫做你的客户也好 叫你的员工也好 叫你的领导也好 只要他是个人 你了解吗 他头脑里头就有很多软件程式 他有拒绝人家的软件程式 有防备心的软件程式 也有与人一见如故的软件程式 他有跟人能够非常好的沟通的软件程式 他也有跟人非常不好沟通的软件程式 那么重点在于你打开了这台电脑以后 你掉出来的是哪个软件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那么软件不是随便掉出来的 所以NLP他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不断的去研究人的神经系统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因为软件储存在哪个系统里头啊 在我们大脑哪里 神经系统 我如果能了解你的一个人的神经系统的运作 那么我可以很容易的掉出我适合的软件出来 所以NLP事实上就在谈的是这个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用心学习给你自己掌声鼓励 我们待会再见 如果你想具有超级的说服力 你必须先具有正确的思维模式 汇聚一流专家名师 聚焦前沿管理热点 时代光滑多媒体课程包 传授优秀管理思想 讲授先进管理方法 教授实用职业技能 让你自主自助便捷地学习 实现高效实用轻松的培训 让个人和企业迅速提升竞争力 时代光滑多媒体课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栏目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